为救坠楼白月光子 妻子竟推女儿下去捞人 结果她白月光子得救 我女儿却失足摔下楼死了 事发之后媒体大肆宣扬 妻子却张牙舞爪回答 我只是想救人 我有什么错 我咬牙切齿 最后红了眼眶 柳如烟 那女儿又有什么错 我女儿死在暑假第一天 那是她第一次期末拿双百分 我在外面工作 经常很晚才回家 那天我花了大价钱买蛋糕给女儿庆祝 电话里女儿听起来很委屈 爸爸 小小不要蛋糕了 妈妈生气了 我没反应过来 听得云里雾里 紧接着柳如烟砸东西的声音传来 一个破双百分有什么好庆祝的 又不是考上了清华北大 小小年纪就不懂得勤俭节约 长大了岂不是要把婆家败光 我们家可没那么多钱去挥霍 女儿的乌夜声被电话无情地掐断 我气得上气不接下气 柳如烟无理取闹不是第一次了 但显然这一次非常过分 双百分怎么不能庆祝啊 给小孩子讲婆家 真有你的柳如烟 我见不得女儿哭 火急火燎地赶到家里 没想到等待我的是女儿的死讯 媒体在下面吵得火热 周围到处都是人的闲言碎语 女儿的尸体躺在地上 鲜血流了一地 脸被摔得稀烂 她死不瞑目地盯着小区门口 我知道她是在等爸爸回来 我就稍微晚了一点 就差十几分钟 十几分钟前她还在跟我打电话 她还在喊我爸爸 她说爸爸早点回家 小心腰伤 我有老旧的腰病 女儿每天晚上都会替我揉腰 她是多么懂事又孝顺了 我颤抖地将尸体拼在一处 警察在旁边拦我 但我顾不上现场拼命挣扎 小小 爸爸来了 你看看我 爸爸回来了 我哭得肝肠寸断 手里提着蛋糕 家里穷 小小过生日都吃不了蛋糕 好不容易烤了双百分满的蛋糕 可她吃不了了 甚至再也不会喊我一声爸爸了 她死了 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好地方 究竟是谁杀了我女儿 我要杀了她 小小 你睁眼看看我 宝贝 你叫我一声爸爸好不好 我很少哭 因为我觉得男人流血不流泪 可此刻却泪如雨下 眼泪擦都擦不完 先生我知道你丧你悲痛 但是请不要妨碍我们工作好吗 她的眼睛被法医合上 警察要把她带走 我拼命地抓想留下一心半点的东西 我抓住了一条红绳 看清后瞬间泪崩 平安红绳 这是我去寺庙专门为女儿求的 可女儿还是死了 神仙就不回答 警察将小小的尸体带走 我立马跟着一起走 在车上我哭得肝肠寸断 回想起女儿那血肉模糊的脸 我就止不住心颤 等到了警局她让我在外面等一等 我这才从江湖里清醒过来 刚刚现场围观的无数人里 柳如烟不在 我赶紧拨打电话给柳如烟 通了 柳如烟 到底发生什么了 小小为什么会坠楼 我迫不及待质问 电话那头却传来一档男生 这让我整个人被冷水泼得心凉半截 如烟 你电话 阿亮 别理他 他有病 不知道在大惊小怪什么 大惊小怪 我气得怒吼 柳如烟 你偷人还偷家里来了 你知不知道 少对我指手画脚 他尖叫道 那死丫头死不死管我什么事 我这辈子就是被你们给毁了 你和他都是丧门心 要不是嫁给你 我至于吃苦到脸变丑吗 我以前可是笑话 我浑身发抖不能自己 女儿死了 当妈的居然在注意自己的脸 笑话 是 老子就是被你笑话给骗了 我没来得及追问 电话就立刻被挂了 我手足无措地愣在原地 警察喊我进去 做完笔录后让我回去等消息 我失魂落魄 木然地走回小区 刚进小区 就听到周围人的唏嘘 他们在背后指着我道 孩子爸也太可怜了 那可是几十米的高空啊 对啊 孩子一眨眼说没就没了 我像是抓住救命稻草 你们是不是看见了 求求你们了 告诉我吧 我在这里给你们磕头 眼看人都磕头 他们也不好不说 我也不一定看清啊 反正孩子不是自己掉下来的 肯定是被丢下来的 那肯定的 毕竟无数不是看见窗户上的人影了吗 我越听心越惊 不好的猜测上头了 柳如烟怎么能心这么狠 那可是迷女儿 又不是陌生人 眼看没了八卦 周围的人都散了 原地只留我一个人 我瞅着地上的血迹 越看心越疼 那是我的女儿小小啊 听话又懂事 为什么就要遭遇这些 老天这不公平 不公平的又何止这些 老婆讨厌女儿喜欢儿子 一直骂女儿是赔钱活 为了证明自己 女儿总是夜里偷偷学习 她天真活泼地问我 爸爸 如果小小成绩双百分 妈妈是不是就会喜欢我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 只能点头 这个点头让女儿高兴了一整天 那次她拿99分 学校召开了家长会 女儿又忐忑又难过 对不起妈妈 小小没拿双百分 让妈妈失望了 小小下次一定会拿双百分 柳如烟听完讥讽一笑 得了吧 女孩子家家就别考试了 你又不是易奕那样的天才 还是找个好人家了吧 她一开口我就忍不住想抽她 为了维护她在女儿心中的形象 我没动手 易奕是她白月光的儿子 她引以为要急了 恨不得招到天下易奕是她儿子 我原以为柳如烟是重男轻母 但是不是 她仅仅只是讨厌小小和我 我浑浑噩噩地回到家里 随意的一瞟突然看到了监控器 这是之前柳如烟怀孕 为了保护她安的 没想到此刻竟成为 最后能看见女儿的工具 家里的监控器没变了 我冲上电 小小的身影出现在里面 她在半空瑟瑟发动 小脸紧皱嘴里喊着 妈妈 小小害怕 小小想上去 再等等 把易奕就上来你就上来 柳如烟望眼欲穿 一心只想救白月光子 却不顾女儿在外面怕得要死 快了快了 易奕快来 害怕吗 易奕被柳如烟抱在怀里安抚 小小在外面发抖 双手险些抓不住栏杆 易奕被关心 瞬间嚎啕大哭 阿姨 易奕好怕 不哭不哭 宝贝别哭啊 柳如烟心疼地抱紧她 可怕得不止易奕 小小也怕得很 女儿浑身颤抖多多缩缩缩 小手几乎要脱离栏杆了 在寒风中她死死地抓住栏杆 女儿带着哭腔 妈妈 我也怕 她一脸喊了好几声 屏幕外的我心脏压抑 好像被石头压得喘不过气 我泪流满面 心痛到无法呼吸 耿住喉咙无声痛苦 小小 我的宝贝 爸爸 妈妈 爸爸救我 妈妈救我 视频里女儿慌不择言 在最后几声激进尖叫 尖叫声让我发警星瞬间提起来 我开始干傲 浑身止不住阵战 柳如烟冷着脸 随手丢下杆子刀 自己爬上来 小小哭得哽咽 妈妈 小小听话 小小怪 妈妈别走 求求妈妈救救小小吧 小小要掉下去了 说完她像护宝贝一样 回房间给依依做心理辅导 而几秒过后 小小抓不住栏杆 硬生生摔死了 为了看清楚画面 我自虐湿的看了好几遍 最终在第三遍我崩溃了 视频里小小努力的张大嘴巴 她在喊 妈妈 这一声妈妈让我跪倒在地 瞬间泪崩 小小拿她当妈妈 可柳如烟却不把她当女人 柳如烟你是人吗 你看马是畜生吧 憎怒和怨气双重交叠下 我又打了个电话 这一次是易奕接的 叔叔你好 是找如烟阿姨吗 我忍着疼和气 极力克制情绪 嗯 叔叔现在可能有些不方便 爸爸说 如烟阿姨在给我生妹妹呢 这种时候不能打扰他们 易奕声音轻快 很期待的模样 太好了 易奕也会有妹妹了 妹妹 这两个字触通到我的心 伤疤被血淋淋的揭开 我有些控制不住自己 你想要妹妹吗 对啊 如烟阿姨说 肯定会给我生一个小妹妹的 多么讽刺啊 柳如烟 你怎么突然喜欢女孩了 柳如烟给老子滚出来 偷你满了 易奕被脏话吓得愣住 当即就哇哇大哭 柳如烟也是匆匆跑出来 赵琪你有病吧 脏话吓到易奕了 我看她浑身裸露 双目自裂 贱人 你女儿尸骨未寒 你在这里生孩子 你不是讨厌女儿吗 现在倒是生得开心 她愣了三秒 随即破口大骂 赵琪 你什么意思 要不是因为你基因不好 生出来的女儿 纯我怎么可能不喜欢你 易奕和那赔钱货能比吗 我怒吼道 柳如烟 小小死了 坠楼死的 你是她亲妈 你没长脑子吗 让女儿去捞人 我不是给了她干吗 她不会自己爬上来吗 爬上来 你让一个年仅七岁的孩子 自己爬上来 大人都做不到的事 你让女儿来 你不是纯 你是存心想让她死啊 愤怒已经让我失控了 我下了最后的命令怒吼道 柳如烟 你要是想见小小最后一年 穿上你的衣服 马上给我滚回来 滚回来 谁给你这个胆子 跟我说话的 我果断挂了电话 后面的话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柳如烟显然不服气 一脸打了几十个 我听着就烦 直接把她拉了黑名单 家里的一切都太熟悉了 每一处地方都有小小的影子 她坐在沙发上 餐桌上 房间里 每走过一个地方 我都能看见小小在向我招手 她喊我爸爸 爸爸这两个字太沉重了 我又红了眼眶 紧紧地握紧手里的红绳 不能丢 绝对不能丢 这是小小留给我最后的保 警局也正巧打来电话 喊我去领小小的尸体 我擦了擦眼泪 整理好面容出发了 警察很同情我 留我喝了杯茶 赵先生要节安顺便注意身体 相信小小也不愿意看到你这样 我知道现在我肯定是白色苍白如死人 但那可是我最爱的女儿 我连为她去死都能做到 这点程度能算什么呢 对了 赵先生 你的妻子怎么没跟你一起来 妻子 她现在估计还睡在那个人怀里吧 毕竟那个人可是她心心念念的白月光 大学里人人都看好他们成为一对呢 结果谁能想到笑花嫁给了我 最后还跟我生了孩子 为了给她留点脸面 我压了压冒火的心 苦笑道 我妻子有些事 所以耽误了 之后警察没有问下去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 将小小的遗体带回来 尸体被奉得很完整 我苦苦哀求 请他们不要将女儿火化 我想再看看她一眼 再为她唱最后一首歌 殡仪馆内 我早已哭成了泪人 我爸妈一边安慰我一边气不成声 整个室内只听见我们的哭声 等女儿一提火化到一半 柳如烟才姗姗来迟 不是一个人来 还带来了伊藤城 她的白月光 她愤怒地看着我 众目睽睽之下辱骂道 赵琪你疯了吧 女儿没死呢 你办什么葬 你是在咒她吗 我冷漠地看着她 觉得实在是荒谬极了 所有人里只有你柳如烟 不知道女儿死了 柳如烟 小小死了 你忘了吗 是你没有救她 是你害死她的 赵琪你胡说八道什么 小小力气那么大 怎么可能爬不上来 她咆哮得吼道 再说了 当时易烟也在外面 她怕得浑身发抖 当天晚上回去就发了高烧 哈哈高烧 我忍不住讥讽笑道 越笑越觉得荒诞 易烟只是生病 你女儿可是死了 柳如烟 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 她到最后都在求你救她 她是你亲生女儿 不是陌生人 你怎么就那么狠心 我控制不住 浑身发抖质问 柳如烟却还在辩解 这能怪我吗 赵琪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 毕身体不如小小 她体弱多病 体弱多病 这是借口 柳如烟你脑子被驴踢了吧 无论我怎么讲 柳如烟就是不听 不仅如此 她还让易腾城砸毁了整个脏 我爸妈被当场气婚 我气得激进晕厥 实在是忍不了了 当场给了柳如烟一巴掌 柳如烟 睁大你的眼睛看看 摆在桌子上的是什么 桌子上是小小从小到大收到的生日礼物 有八音盒 文具盒 还有那块小小没来得及吃的蛋糕 上面的东西是我攒了好久 最后送给小小的生日礼物 小小喜欢的不得了 可里面唯独少了她最想要的东西 一家人的全家福 我把警局拍的照片甩在她前 压抑不住哽咽道 柳如烟 你不配做她妈妈 你知道她有多爱你吗 你把女儿的葬礼毁了 还带了一腾城 你让她怎么闭地上演 我无力跟她争吵下去 语气虽轻 可字字朱击 她迅速地捡起了地上的照片 泪水充盈眼眶 这不可能 赵琪你又在骗我 直到现在柳如烟还是不相信 她揪着我的衣领连声质问 我哽咽着最终又哭了 柳如烟 我为什么要骗你呢 这不可能 赵琪 女儿是不是在家里 她现在一定在看电视对不对 你错了 柳如烟 小小晚上从不看电视 因为她要证明给你看 她也可以成为妈妈的骄傲 她想让你爱她呀 我在一次抚摸上手上的红绳 虔诚地在上面落下一吻 小小 她是坏妈妈 别爱妈妈了 爸爸会永远爱你 柳如烟崩溃了 她狂抓头发死死地盯着照片 悔恨得泪水夺框而出 她颤抖着嘴唇 小小 妈妈错了 妈妈不该这么做 你是有多疼啊 这一幕我觉得刺眼极了 疼吗 小小到最后都在喊妈妈救命啊 可你铁石心肠 为了你的意义将小小晾晾在旁边 我错了 是我错了 妈妈爱你 妈妈恨不得替你去死啊 小小 死吗 我闭上眼睛不再回答 柳如烟是在说笑吧 为意义去死我性 可为小小去死 这听起来就是个笑话 毕竟 这满地的一片狼藉 可是你柳如烟亲手送给小小的生日礼物啊 稳吧 柳如烟 带着伊藤城赶紧滚 小小就当没你这个妈妈 我连帮搀扶将爸妈送去医院 柳如烟跟在我身后生怕我丢下她 这个场景既熟悉又让人觉得好笑 想当初我和小小不就是这样吗 我们是柳如烟手里的皮球 她想怎么踢就怎么踢 现在后悔晚了 我将爸妈安顿好立刻就申诉 和柳如烟办理离婚手续 但是柳如烟却死活不肯离婚 甚至闹到了我工作的地方 赵琪 我不离 她红着眼眶看我 我觉得心累 连话都懒得说 柳如烟 你不离又能怎样吗 离婚的方式又不止这一种 我不仅要离 我还要告她 亲生母亲又怎样 杀人就得偿命 在她不知道扰乱我工作多少次后 我直接去警局把她告 罪名是骚扰公民 当我表达出不会撤诉后 柳如烟又换了一副嘴脸 这速度怎么不去演戏呢 她恶狠狠地告诉我 赵琪 你还敢告我 你给我等着 你绝对吃不了兜着走 她的威胁我不放在心上 我甚至觉得威力甚小 或许是害怕我继续告她 害怕我将女儿的死算在她头上 她灰溜溜地搬去 跟伊藤城住在一起了 而现在幺蛾子才刚刚开始 伊藤城和柳如烟 商量了一出好戏 他们准备恶人先告状 利用舆论压迫我 视频里柳如烟哭得气不成声 声称自己遭到了家庭暴力 伊藤城在旁边煽风点火 一时间网络上骂声一遍 甚至有些人开始人肉我 没想到啊 看起来这么老实的人 居然也会家庭暴力 我天 你别看人老实啊 知人知面不知心知道不 像这种人就应该被谴责 我找到那个家暴犯的家了 在小海公寓 大家快去骂他 这种社会败类就该死 楼底下媒体早就在下面蹲着 我一出门 媒体齐刷刷地拿着话筒对着我 请问赵先生对柳女士 实施了怎样的家庭暴力呢 赵先生 你对柳女士实施暴力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实在没想到柳如烟会做得这么绝 居然想先用舆论压死我 我有一次抚摸手腕上的红绳 小小 给爸爸力量吧 我一定会让柳如烟受到应有的惩罚 想着女儿曾经遭受柳如烟的冷暴力 我本懦弱无能 但第一次我站在摄像机面前 却勇敢地讲述着关于柳如烟的事 我对着话筒怒斥道 柳如烟 你看马虎说什么 你是不是没有心 我家庭暴力你 真可笑 明明是你冷暴力我和小小 视频一经发表 热度蹭的一下就上来了 眼见热度越来越大 媒体大肆宣扬 而我也趁此机会在博客上发表文章 在文中我详细地描述柳如烟对小小和我的虐待 以及他和伊藤城的合照 文字长达几万字 堪比一篇论文 一时间网络再次沸腾 于是关于小小的一切再次被推上热搜 题目是重男轻名 究竟是谁的错 我不仅发表了小小倒在血泊的照片 还附着了一段视频 那是我为了保护小小和柳如烟安全安装的 每天晚上 他总是乖巧地对着监控说爸爸 我爱你 没想此刻竟成为了指认虐待的证据 视频内容也令人愤怒 冬天 零下八度 柳如烟叫女儿滚去阳台 女儿在外瑟瑟发抖 她在里面翘二郎腿看电视 妈妈 小小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偷吃肉了 小小就是太饿了 饿死鬼投胎 就知道吃 其他啥也不会 跟个废物一样 柳如烟转身进入卧室 女儿将自己围成一团 太冷了 她要让自己取暖 妈妈 小小觉得好难受 为什么你对小小只有骂 但是却夸呀易义怪 爸爸说小小也是乖小孩 妈妈 好冷 你忘记给小小棉被了 小小感觉要死了 里面时不时传来欢声笑 柳如烟和易义的对话一字不漏 阿姨 为什么小小妹妹要在外面 外面好冷的 她呀 易义你别管 她做错事了 偷吃了阿姨给你准备的肉肉 她和易义这种乖小孩不一样 我惩罚轻了 女儿在外越听越委屈 零下八度把她的眼泪都快冻住了 她带着哭腔杜扰 爸爸你撒谎 妈妈说小小不乖 小小就是坏孩子 雪花仙女啊 你能不能变个魔法让小小变乖 让妈妈也喜欢我呀 那样我会把所有零食都给你的 求求你了 仙女姐姐 小小也想成为宝贝 我看着这一切 女儿紧紧地抱住自己 她只穿了一件衣服 睡梦中都在打仗 心痛到无法呼吸 我发文 爸爸从未骗女儿 她乖巧到让人心疼 直到死的那一刻 女儿都在喊妈妈 这一片段是女儿去世之前的 她太苦了 注定得不到妈妈的爱 视频和文案一出 舆论的导向再一次发生改变 我放弃了工作 跑到电视台总台 请广大网友帮帮我吧 这是一个卑微父亲的请求 人们怒不可遏 很快人肉出柳如烟和伊藤城的信息 他们成为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很快 柳如烟就跑来找我 她浑身上下散发恶仇 她哭着求我放过她 赵琪 我知道我错了 你放过我好不好 我快被逼疯了 门内的我只觉得讽刺 当初小小死的时候 你可是没有任何悔改 反而还将小小的葬礼 砸得稀巴烂 我拒绝了 甚至恶狠狠地警告柳如烟 别打什么歪脑筋 柳如烟你必须 为自己做错的事负责 赵琪 我还不够负责吗 我已经在赎罪了 整宿都被小小死的噩梦惊醒 噩梦惊醒就叫赎罪吗 柳如烟你太荒谬了 小小死的那一刻 我几乎每天都被折磨 我女儿房间里摆着各式各样的画 她说以后相当画家 我说 好 小小一定会成为超厉害的画家 到时候爸爸给你办个展览 把所有人都请过来 她问我 妈妈也会来吗 我愣住了 一时间诗语 女儿的话画了很多个我 却唯独没有柳如烟 因为小小看不见柳如烟 她不知道自己的妈妈长什么样 她七岁了 竟不知道妈妈的样子 多荒诞啊 柳如烟还在外面鬼哭狼嚎 我一遍又一遍抚摸女儿的话 肝肠寸断 心被刀子刺穿 柳如烟 这不够 这是你应得的 人一定会为了自己的错付出代价 网友们站立惊人 在第二天一个陌生号码发来了短信 你好 我是伊藤城 我愿意成为小小事件的证人 你能放过我们父子吗 白纸黑字却让我笑得猖狂 然后落泪 真没想到柳如烟也有今天 太搞笑了 你心心念念的白月光 你的白马王子 要指控你成为杀人犯 哈哈哈哈 柳如烟你开心吗 你满意吗 我冷静地打了好字 我真的太好奇了 伊藤城究竟要怎样被刺柳如烟 看管理 隔了三个月我再一次看见伊藤城 他仓老了不止十岁 易奕也瘦了很多 伊藤城一见我就跪下 和易奕一起朝我磕头 对不起招气 这件事都是我的错 我愿意成为证人 和柳如烟一起进监狱 只求你能放过我的儿子易奕好吗 他还小 什么都不懂 网友把他的身份扒出来 以后易奕肯定会受欺负的 我是大人不要紧 可是易奕不是 他的人生还有无数种可能 我求求你了赵琪 我也是父亲 我知道你的痛 他看我泪眼婆娑 和易奕不断磕头 哭得撕心裂肺 话都说到这里 我心里五味杂陈 是啊 易奕才七岁 也是和小小一样花一般的年纪啊 可想起小小 我就是下不去口 我的小小也应该有精彩的未来 我说 易奕成 我再想想吧 回到家里 我将监控器看了一遍又一遍 女儿的笑 哭 淘气 在里面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为什么我的小小没有活下来呢 我不懂啊 柳如烟 我不明白 可世间不明白的是多了久 柳如烟将事情做绝了 竟然利用小小的死开了直播带火 他蹭着热度挂起链接 一天之内卖了数万件 尽管网友骂他 但是黑红也是红 这钱还不是挣得盆满过瑜 我觉得柳如烟是疯了 连忙打电话质问 你是孩子亲妈妈 你不是说你在赎罪吗 你他妈这么赎罪的吗 柳如烟 他一边哭一边反过 有理有据 召起 我也要吃饭了 我都没有工作了 阿诚赚的也不多 你不能阻挡我奔赴更好的人吧 放你娘的狗屁 更好的人 柳如烟你真的脑抽了吧 你所谓更好的人可是想让你死 我也不想跟他再废话了 挂断电话就拉黑 迅速的联系易腾成 柳如烟 人在做天在看 很快法院开庭 我和易腾成都在现场 柳如烟很是激动 看向易腾成 易腾成一脸冷漠 稀奇地看着我 我不禁冷笑 风水轮流转 一报还一报 法官正式开庭 将我提交的证据 当着众人的面面出来 柳如烟犯了杀人罪 现由原告律师讲话 律师将柳如烟的罪证一一罗链 每说一句我的心都在振战 我想我的女儿 爸爸终于要为你惩罚罪人了 柳如烟原本还很怨恨 在听到女儿的尸检报告和视频时 她突然沉默 现请当事人进行辩解 我没想到她会掉下去 我真的不知道 我错了小小 妈妈真的错了 她慌张地大哭 我只是不断地摇头 也许柳如烟不是知道错了 她是怕了 她怕坐牢 我就是想救人 我想救易奕 这能互相抵消吗 毕竟我救了人一命 没等她继续辩解 易腾成开口了 柳如烟 很感谢你救易奕 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你脱罪的理由 法官大人 我愿意成为小小的证人 柳如烟确实是杀人犯 易腾成 你疯了吗 你怎么能背叛我 柳如烟 杀人就要尝命 你不是不懂这个道理 她眼神左右闪躲 可是易奕活下来了呀 我听不下去了 只觉得心疼的发慌 柳如烟 小小也只有七岁 她乖巧懂事 为什么不能成为你心中的义 你是不是忘了 她是你的女儿 她爱你 敬你 为了你成为最乖的小孩 就连老师都夸她 说整个班级里 小小是最听话的 成绩好 又长得漂亮 如果是她的女儿就好了 这是老师的原话呀 你真的不愧疚吗 你怎么配得到小小的爱呢 她没想到我会这样说 瞪大了眼睛 而旁边的易腾成也跪在地上 对不起 柳如烟 我骗了你 小小才是天才 如果不是小小 易奕不会成为班级第一 赵琪 真的很抱歉 是我害得你女儿死的 对不起 真的很对不起 易腾成不断磕头 泪流满面 而柳如烟也猛了 她看了看易腾成又看了看我 腿一软直接跪在地上 撕心裂肺地哭 想撤法院 我的小小 我的宝贝 我怎么就猪又蒙了心 妈妈是瞎子 是蠢猪 妈妈对不起你呜呜 我的女儿啊 我苦笑 柳如烟现在才懂得东西 早就晚了 因为小小回不来了 她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女儿 她连扇自己好几个耳光 啪啪作响 妈妈为你赎罪小小 妈妈马上撞死为你偿命 柳如烟做事就要撞死 法官连忙将她拦下来 手铐将这个无助的女人 和伊藤城一起犒赏 这一刻简直是大快人心 周围所有人都在欢呼 这两个贱人终于受到惩罚了 简直是太棒了 对啊 真的是太爽了 简直跟看一部爽剧一样 哎 就是苦了年幼的孩子 那孩子才七岁 真的是活遭罪啊 最后一眼里 我和柳如烟对视 她的后悔我看在眼里 柳如烟 接下来的日子 你就在监狱里享受一辈子吧 法官判定柳如烟为死缓 赵启是无期 正义虽迟 但一定会到 清晨 早起 我来到女儿墓前 将判决书烧给女儿 这一刻我终于能站在女儿墓前告诉她 她的仇爸爸替她报了 你终于能够明目了小小 易奕站在我身侧 眼神坚毅地看着小小的相片 她又磕了头 小小妹妹 以后我一定会帮你照顾爸爸的 你在下面一定要开开心心 以后快乐一辈子 做完这一切 我带着易奕去了监狱 伊藤城很感激我 向我郑重地磕了个响头 易奕哭着看爸爸 我不好打扰悄悄退开 紧接着我去看了柳如烟 监狱伙食很好 可是她却受得脱骨 你说 小小在下面会开心吗 她自顾自地说道 沧桑地看着我 我呀 每天都在想着小小死的那一年 她哭着喊妈妈 喊到我心碎 肝肠寸断 我当时在做什么呢 在安抚易奕 在告诉她别怕 可是小小呢 她应该特别怕吧 她应该在想我的妈妈 为什么不救她 女人说着眼泪直掉 语气也接近哽咽 我是个坏妈妈 她是好孩子 怎么就摊上我这样的母亲吗 柳如烟 这世上没有后悔药 如果有我一定会吃到土 我知道 我知道 她靠在墙上 眼里充满了不舍 这一颗大惊 竟觉得她很像一个妈妈 我的宝贝女儿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妈妈下去了一定会好好陪你 你走慢一点好不好 等等妈妈 就等一小会儿 妈妈 妈妈会尽全力奔跑 然后追上你 我会很温柔地告诉小小 妈妈很爱很爱你 然后 然后下辈子 别再当妈妈的女儿了 妈妈不配拥有你 她绝望又接近前程 我沉默地一言不发 等再一次踏出监狱时 眼方飘过阵阵花香 原来不知不觉 春天到了 四季轮转更迭 我要送小小一束鲜花 她漂亮的就像仙女 后来 我再也看不见这样的奇迹